电脑开机后 主机里风扇转一会儿停 停一会儿又转 如此循环 显示器不亮 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内存的问题 可以尝试把主机断电 如果主机里插的是一个内存条 拔下来用卫生纸或者橡皮擦 仔细擦拭内存条的触角 然后再插回主机里开机试试 如果还点不亮 就把内存换个插槽再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 那么大概率就是内存调坏了 如果主机里是一根以上内存 那么就一次只插一根内存开机 直到找到那根点不亮的内存 擦拭这个内存的触角再尝试 如果多根内存单插 换插槽后都点不亮 那么大概率是主板有问题 按开关后主机里风扇瞬间动一下 然后就停了无法开机 这个情况是硬件短路或者电压异常电脑进入保护模式 首先尝试清除主板CMOS 清除CMOS一般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把主机断电 把主机电池扣扣扣下来 过个三五秒再转回去 第二种方式是断电后用金属物体搭在主板的清除CMOS的两根针角上 并保持个三到五秒钟 第三种是有的主板带的有清除CMOS的按钮 按下保持一会儿就可以 如果清除了CMOS不起作用 就应该是硬件短路了 先尝试把独立显卡拆掉再开机看看 如果还是老样子 那就把固定主板的螺丝全部拧掉 然后把主板提起来一点 让主板底部和机箱不接触 然后再开机试试 如果主板提起来之后 风扇能正常转了 那就用绝缘垫片 垫在主板螺丝孔的两边 再固定主板 如果主板提起来了之后也一样不行 那就是主板坏了 电脑主机开机后 无任何反应 不同电 如果是之前没有问题 后面开机没反应了 有四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 电源线或者电插板坏了 这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小 有条件可以先换个插头 或者电源线试试 如果家里没有多余的电脑电源线 可以用电饭导的电源线代替 第二种可能是机箱的开关按钮 可能坏了 可以尝试打开机箱侧干 拔掉开关的跳线 然后用金属的东西 搭在开关跳线上 看看能不能开机 第三种可能是电源坏了 或者电源快捷开关按钮 被按照了关闭状态 有的电源后面会有个开关按钮 在那个电源线插孔的附近 把一横的这符号按到下面 才可以通电 如果按钮没问题 或者没有电源按钮 那就把插在主板上的24平电源线拔出来 拔的时候得压紧线头上面的卡克再拔 然后用锡铁丝或者其他金属的东西 插进如图这两个孔里 让它们之间捣通 然后看看电源里面的风扇转不转 转的话代表电源没问题 不转的话应该就是电源坏了 第四种可能是主板进入了保护状态了 这种情况就按视频里第二种问题里所讲的方式 清除CMOS 再开机试试 如果以上四种方式试了都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那么就是主板坏了 主机开机后显示器画面一直卡在主板品牌画面 键盘按什么键都没反应 这个情况一般是SATA接口硬盘或者SATA硬盘数据线有问题 可以先试试把硬盘的SATA数据线拔掉再开机 如果拔掉之后就不卡原来的画面了 就再关机换一个主板上的SATA接口插线再开机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一根SATA线试试 还不行的话那就是硬盘坏了 主机开机后风扇都正常转 但是显示器没反应 这情况首先看看开机后 键盘上面的指示灯会不会亮 指示灯一般在键盘的右上角 正常的话不停按键盘上的CLAPS LOCK键 就是打字时切换大小鞋的那个键 指示灯会有反应 如果键盘指示灯会亮 说明电脑整体上是在正常工作 显示器不亮的话可能是显卡 显示器或者视频线有问题 可以尝试重新插插视频线 或者把视频线换一个显卡上的接口插 没效果就尝试更换视频线和显示器 排除了视频线和显示器原因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显卡坏了 如果CPU是带核显的型号 可以把独立显卡拆下来 把视频线插到主板带的显示接口上将就着用 如果是键盘指示灯都不亮 可以打开机箱侧盖 看看你主板上有没有故障侦测灯 中高端主板一般才会有 侦测灯一般在主板的右上角附近 有四个小灯珠 灯珠旁边分别标的有CPU DRAM GPU 还有BOOT 开机后 你观察一下是哪一颗灯珠一直亮着 或者是亮完它了就不会跳到下一颗灯珠 而是又从头开始循环 如果这颗灯标的是CPU 那么代表是CPU或者主板有问题 如果是标着DRAM的 那么就是内存有问题 可以参照视频第一种问题的方式 擦拭排除内存条 如果你的主板没有故障政策等 就直接参照视频开始第一种问题的方式 检查是不是内存有问题 如果排除了内存原因 或者无法确定是不是内存原因 那么就按照视频里第二种问题的情况 清除主板CMOS 如果还是不行 那应该就是主板坏了 主板上内存插槽只有一半数量能正常使用 比如主板上有两个内存插槽 但是只有一条能用 四条内存插槽只有两条能用 这个大概率是主板有问题 CPU的问题也有可能 但是概率很小 还有可能就是CPU安装有问题 可以拆掉CPU散热器 把CPU取出来看看CPU的触点 和主板上CPU插槽针角上有没有异物 尽量清理一下 再把CPU装回去试试看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私讯我们 或者观看我们其他相关视频 谢谢 谢谢